学习古人智慧 追求功成名就 创造职场风云 穿越古今上班咯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但也听过有人一年换了365个老板 当然啦 这个说法是夸张的点 不过在职场中 累了 久了 都会出现离职的想法 到底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做出这样的决定 才是对的呢 我们先来听一段状况剧吧 你看看你看看 副总那是什么态度啊 不过就是一个副的 竟然可以嚣张成那样 我每件事都是在为公司着想 这样拼死拼火 结果他一句话给我全盘打翻 也就是说我上个礼拜 没日没夜的生活 完全都是在做白工啊 对啊 你辛苦了这么久 结果他只是随便翻几页 就把这个企划书整个退回来 对啊 或许是有地方是要修正啦 但是至少也看过整份资料再说嘛 他这样真的很过分耶 哦真的是吼 我现在是一把误收到亏 把昨天才烫着的头发 跟这个烧叠变成卷的啦 对啊 你想看当初这个老副总带人多好啊 才不可能这样对待员工咧 我是没有经历过老副总那一段啦 不过也常常听到 Ada还有Frank说 这个老副总很好耶 是啊 先不管我花多少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我在意的就是尊重啊 他待人处事的态度 真的让人感觉超级差的 没错 你们上半时间聊什么天啊 公司就是有你们这种懒惰的员工 才会被拖累的 还不赶快回去给我做事 小乐你说啊 如果是你 这公司你还待得下去吗 要不是因为我有贷款要还 还有金钱压力在 否则我才不想待了 对啊 等手头比较松了之后 我就要再去找别的工作 小美你开箱没有很大 也不需要担心钱的问题 如果有更好的机会 你就赶快离开这里吧 老实说啊 之前就有朋友在邀请我 到他们公司去帮忙 待遇啊 福利这些都还不错耶 但是我就是看在老副总 对我的礼遇非常善待我 看在他的面子下 才一直留在这里耶 现在老副总都退休了 我觉得我也人质意金也扣了啦 虽然如果你离职的话 我会少一个好伙伴 但是你过去 如果可以让你过得更好 我是真心祝福你的啦 小乐谢谢你 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有人愿意支持我 先说好了 离职后还是要跟我保持联络 那当然 你可是我吐苦水的好partner耶 虽然你要离职 连提都还没有提 但是我已经在难过了耶 不要难过啦 我们等一下下班就喝两杯啦 哇 出了社会之后呢 还能够有这么真诚的友谊存在 真的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 而工作的去留 要考虑的问题有很多 碰到哪几种状况 或许就该考虑离职了呢 我们就来请教一下 当孔子遇上喀佛 系列从书的作者 经典达人李克明先生 在面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方式吧